算寫的比較大 不過筆畫多嘛 相對這個縫隙都很窄 所以你要想辦法把這個縫隙寫小 雖然會有伸展 但中間還是很小 中間還是很緊 外面可以盡情的拉開 中間還是很緊 耳朵旁加粗 再加粗 甩一下 中間還是很緊 I就要比聲小很多 點的還蠻長的 這裡就方耳扁 這裡直接就滑過去 帶起來 這裡加重 彈起來 撇過去 拉圓勁的筆畫出來 力 也還蠻大的 鼓起來 飽滿的樣子 好 這裡保持貶式 力 而 耳耳 就寫得非常小 主要是前面三個字 其實都偏大 他一定要找一個比較小的字 來調和一下 每個字大小都一樣 這耳非常的小 好 彈的本體字很難寫 一般都會寫成這樣子 比較快 這邊寫成這樣的筆畫 這樣比較好寫 不然原本的彈筆畫好多也難寫 長 長 寫著瘦硬 瘦硬 這裡有連續動作 這個拉得很長 向左邊伸展 長 耳 耳寫得比較小 比較重 耳是連續動作 而且向右邊伸展 待會分兩筆 耳 奶 電鞋的時候一次一氣呵成 因為這裡我分兩次 是因為我的鏡頭不會動 沒有辦法 總 輕盈而靈巧 你可以幫你這個細絲 彈性 細絲 這些 硬帶連帶的細絲都要寫出來 雖然很小 零 零 零的略重 略重略大 中間的縫隙非常的近 零 這裡比較胖胖圓圓的滑上去 零 零 零比零更重 這裡已經連成一團了 它是寫一個類似9 所以連成一團還是要照著那個弧度去寫 連成一團還是要照著那個弧度去寫 連成一團還是要照著那個弧度去寫 上面方 搓字旁就寫著 輕鬆自在 命 要寫著緊 寫著緊 寫著緊 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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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